我肺上有阴影 建议立即复查 立即复查 哎呦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对呀 赶紧告诉二米和咱爸妈吧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一定不能告诉二米 二米怀着孩子呢 万一一着急出点事咋整 是啊 再说了咱爸咱妈这么大年龄了 万一一着急再生病呢 那咋整赶紧想办法 一会儿他们都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绝对不能让顺芬还有二米 还有咱爸咱妈知道 那你想个办法呀 哎呀 这样吧 你呀 就说呢 我这张单子是顺芬的 说顺芬那张单子是我的 那不行 那不行 再说这名字骗不了人呢 你这样 你待会儿到后边啊 把钱顺芬这个名字给他剪下来 然后把这块呢 贴到我这个名字上 嘿 老公你太有才了 这样就不能出大事了 是 真厉害 哎 哎 哈哈哈哈 梁芬在家干啥呢 我都听见了 做饭 不能出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咱们家 啊 没有顺芬能出啥事啊 没出事 没有没有 那就是好事 对不对 大姐夫 赶紧告诉我 咱们小区 不是要评选那个优秀企业家吗 结果出来没有 啊 顺芬啊 这个结果出来了 好快说 你是 全票当选 我就是最优秀的 早都应该是我 前两年都应该是我 我赶紧打个电话 给二米丽报个喜 好好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喂 喂 二米丽吧 你猜猜我是谁呀 陈志芬 吃饱了撑着了吧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呀 有话快点说 我逛街呢 我媳妇就是聪明 哎 女媳妇 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们小区的优秀企业家 我全票通过 真的呀 那张总都没干过我 哎呦 老公你太厉害了 对啊 奖励一下咱们全家 你抓你时间到就近的这个旅行社 定一张海南十五日游豪华游艇的首 明天就找着那种 天啊 老公 我爱你哈 哎呀 哎呀 你两口子什么表情啊 不是 刚才你俩提过啥呢 书芬啊 哎 来来来 书芬你坐着 咋的了 那个我有个事跟你汇报一下 哎呀 啥汇报啊 咱俩还汇报 你说 是这样 咱们家今年这个体检报告啊 哦 出来了 哦 好啊 呃 那个你看 这是你的 我看看 你看这 秦帅帅 一切正常嘛 哎呀 我这身体 好好好 那个 这张是我的体检报告 哦 咋的呢 你 你看一下吧 妈呀 妈呀 有个阴影 啊 让你赶紧复查 赶紧复查去啊 大姐夫 我会告诉你啊 复查很重要 去年我有个朋友 也是去医院检查身体 大夫说你这得复查啊 他没在意 就说工作忙啊 就没去 半年 走了 劳快了 顺芬 别瞎说啊 啊 没啥说啊 顺芬啊 哎 那个大姐夫求你点事 行 你说你说大姐夫 这样 你今天下午要是没啥事的话 你高低陪我去复查一下行不 我有事我也陪你去啊 大姐夫 这都啥时候了 那大姐夫我得说你两句 啊 半个月之前 你是不是跳河救了个小孩 是 水多凉啊 你咳嗽了一个多星期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 我告诉你 受伤的就是你这种人 哎呀 顺芬啊 嗯 我跟你说点心里话啊 你说点 姐夫 其实我这个心情啊 非常不好 咋的了你咋的了 你看啊 你 对吧 评为了优秀企业家 你看这回咱们小区评选这个物业经理 我就没平上 啊 还是人家甜笨笨 听选物业经理了吗 啊 我咋不知道呢 就是刚平的嘛 我就觉得生活一点没有笨头 我的天 多大点事啊 赵刚子啊 啊 物业经理和副经理有啥区别啊 你过得不挺好的吗 那都是身外之物 哎呀 赵刚子呀 我真是我不相信你今天怎么推头丧气的呢 啊 你不是这种人呢 你在家里顶天立地啊 你是我们家正义的代言人呢 你怎么今天是这种表现呢 大点啊 你带手机了没有 这这呢 来来拿出来 我这样 我给他录几句话 啊 平常啊 我工作很忙 啊 我没有时间这么劝他 啊 以后他再这样的时候 拿出来让他听一听 好不好 你也有好处 来准备 开始 人生在世 重要的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出了多大的名 重要的是 你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乐观的心态 健康的体货 啊 然后你还得有一波感恩的心 你要经常的想一想身边幸福的事 这样遇到困难和拖着的时候 才能够一笑而过 然后从整其苦 这才是勇气 只要永远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 你的生命才会拥有一片阳光 为什么 你弄下来了 常听 啊 师父啊 哎 我就是心里边难受 怎么的呢 我确实我要是走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轰轰烈烈 你想轰轰烈烈啊 这个简单 我给你把你的葬礼搞得轰轰烈烈 回头我给你放几个礼花 冲爆 全城人民都知道 赵刚就走了 顺芬啊 你这不是轰轰烈烈 你就是盼着我走啊 顺芬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呀 大姐不怨我 就她整天胡思乱想的 多大点事 服茶服茶不就完了吗 顺芬 啊 来来来 哎 你真这么想的吗 我就是这么发自肺腑啊 你刚才说那些话算数吗 我当然算数了 我怎么的 那我就问你啊 如果这个体检报告是你的 你会怎么办 你是我的 你 不可能是我的 这如果是你的呢 不是你的名字 不不不 就是我说这个有问题的是你的 怎么办 假如是你的 我一笑而过 哎呀 这有啥 顺芬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这样啊 我跟你大姐 我们跟你说实话吧 这张有问题的报告是你的 不对啊 这个没问题的写着我的名字 不是 这个是刚才贴上去的 你看我一撕啊 就把它撕下来 你看这张它多颜色合分 这是我的啊 那不查的是我呀 没事啊 你俩因为啥要骗我呢 是这样 就刚才我跟你大姐想了想 就想给你一个缓冲 我怕你一下接受不了 但刚才你这么一说呀 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了 你 我不复查 我也复查 谁复查去 顺芬 顺芬 没多大事 就复查一下就行了 我不去 顺芬 你看 这其实也没说啥 不就有个阴影吗 咱复查一下好不好 我都有阴影了 还没事呢 顺芬 去的没啥大事 对 没啥事 大姐夫 我不是怕啥大事 我是心不甘的 大姐夫 你说这两年 我的公司 效益刚刚好起来 刚刚家里挣了点钱 你说我就查出病来了 张总赵总还欠我钱呢 你说咋这 是不是 都这时候咱别想这事了 行吗 他们就是欠我钱的 前两天你还跟我说 你欠他们钱呢 你咋算的呀 是 我也欠他们点 但那都不是事 我真的是心不甘的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二米粒 还有二米粒肚子里 即将出生的我的第一个宝宝 还有未来即将出生的 我的第二个宝宝 还有 我要是走了以后 二米粒肯定是嫁给另一个男人了 我一想到这个男人 将来会住在我首富的房子里 开着我的车 花着我的钱 我受不了啊 不行 顺芳 你听大姐夫的 不会有啥事的 不会有事的 顺芳 给二米粒打个电子 顺芳 顺芳 大姐夫求你了 别跟二米说 行 他怀着孩子呢 我不会吓唬他的 你放心 我说别的事 二米粒 哎老公 你别着急啊 我在这排队买票呢 没买着的话就不买了 买着的话就抓你时间把他退了 咋的了 这次旅行取消了 钱顺芳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啊 就这么听了 大姐夫 我还得拜托你一件事 我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 估计也没几天了 我那个优秀企业家 跟我也没啥关系了 你短点时间给田奔奔打个电话 你俩商量商量 把这个优秀企业家的名额给张总吧 那个顺芳啊 咱先不提那事呢 好不好 过两天再说 你不打我打 顺芳 顺芳 大姐夫跟你说实话 你说 这回 这回你又没凭上 是张总 张总是全票通过 你俩因为啥老片 你还骗我呀 这是 顺芳 我都这样了 你还骗我呀 顺芳你听我说 啥呢 没有没有 顺芳没有 我跟你说 你现在呀 真你好好想想了 多余的话别说了 你说将来你要真是病了 这二米粒 你第一个宝宝和你第二个宝宝 咋整 顺芳啊 顺芳 你刚才不劝你大姐夫来的吗 对对对对 我有啥资格劝人家呀 真的 你看我这还有录音呢 我没录音 真有真有 你听 你放一下放一下 你听 你放一下 你听 人生在世 重要的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出了多大的名 重要的是 你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乐观的心态 健康的体魄 啊 然后 你还得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要经常的想一想 身边幸福的事 这样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才能够一笑而过 然后 重整齐骨 这才是勇气 只要永远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 你的生命才会拥有一片阳光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这个人说的太有道理了 好好好 这个人是谁 我要去拜访他 这个刚才你说的呢 我咋想不起来了呢 这就是 怎么会是我呢 是你说的 你看境界多不一样 确实是你 对 顺芬啊 你是个男人 你要有担当 啊 有勇敢的战胜定目 好不好 大家 大姐哥 我明白了 这胖林里面我全明白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啊 在我的心里 我就是优秀企业家 我们家的守护 永远都是我全身边负的 对 好样子 太好了 大姐夫谢谢你 谢谢你大姐 我没事 我明天就去 喂 谁啊 喂 钢子 不好意思啊 出了个小事故 您是体检中心那个张主任吗 您等一下啊 钢子 你们家前顺丰的体检报告拿错了 当天体检的有两个叫前顺丰的客人 崇明 一个三十八岁 一个一百零八岁 你们家前顺丰 没保险 真是抱歉啊 报告弄混了 这样一会儿 这样一会儿我派人去把前顺丰真正的报告给你们送过去 抱歉啊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谢谢你啊张主任 谢谢 没事 没事 没事了 听张主任说那个意思是我没事了吧 没事了 我身体好得很慢 搞错了 耶 耶 耶 我打个电话 哎呀你给谁打都不是优秀企业家了 无所谓了 我给二位女士打个电话 啊对对对对 给二位女士打个电话 哎呦 喂猜猜我是谁呀 是谁呀 哎什么猜猜你是谁呀 你是不是有毛病突了完呢 有点去有点不去 干啥玩我呢 哈哈哈 怎么这说你俩就是几眼了 哈哈哈 咋的了 不是 妻威儿啊 我刚刚捡回来一条命 咋的了 我刚刚重获了新生 咋的了 哎 让我拉着你的手 迎着明日 动声的太阳大喊一声 旅游子 啥玩了 你干啥是 这才是生活啊 对 太好了 不用东奔西走 你只需微信搜索疯狂小品 微信号 KKKK99168 也就是四个K99168 你想看的小品象征都在这里 别记错哦 四个K99168 我们每天六点不见不散哦 摸摸哒